唐玄宗执政以后经过几年的治理 唐朝政局平稳便将安宁文教兴盛 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 那么如何让天下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呢 一个固有的概念出现在他的脑海中 那就是风扇 风扇是一个帝王照告天下最好的方式 对于唐玄宗来说 他将如何通过风扇向天下人照告他的伟大政绩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长恨割持开源盛世第八集 风扇大典 唐玄宗在三十岁时成为了一个大权独揽的皇帝 当他四十岁的时候 开源盛世的画卷已经在他的领导之下徐徐展开 唐玄宗十多年担惊结律的紧绷状态 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 是享受胜利成果的时候了 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很不容易 他得给自己一个说法 也让天下人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 眼看着唐玄宗已经进入了志得意满的状态 一些洞察皇帝心思的大臣们动起了脑筋 那么这些大臣都是谁呢 他们会怎样说此呢 中央民主大学蒙曼副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 长恨割持开源盛世第八集 风扇大典 其实在唐玄宗开源初期的时候 就有大臣拍他马屁巴结他 窜夺他去风扇了 可是那时候唐玄宗还在艰苦创业阶段 历经屠治哪有功夫 哪有闲情抑制 哪有闲钱去摆这个排场 所以当时他是一口拒绝 可是现在呢 轮到他自己主动想要风扇了 那大臣能不能体会他这番苦心呢 有一个大臣体会到 谁呀 张岳呀 张岳他当时已经是首席宰相了 是百官的头啊 在他的推动之下 唐朝的军事政治文教都进行了大的改革 而且改革非常成功 德军行道 这不是张岳的毕生追求吗 现在梦想已经变成现实了 对于张岳来讲 这叫什么 这也叫人生丰收时节呀 而且我们说张岳是文人的领袖 是这个立政书院后来的集贤殿书院的领导 唐玄宗还让他负责修国史 这就使得张岳的历史意识特别强 他就在想啊 我这个丰功伟纪怎么才能够标秉史册呢 怎么样才能让人们永远纪念 永远怀念呢 那也只有风扇呢 因为对一个文臣 一个史臣来讲 风扇也是最难得的一个经历 也是一项最大的荣耀 当年汉武帝风扇的时候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谭不是当太史令吗 就因为没有能够去参与风扇 不是活活给气死了 对于史臣来讲 风扇是天大的一件事 张岳从自己这个角度来讲 他也想穿夺皇帝去奉扇 这等于说君臣两个想到一块去了 那我们说君臣两个想到一块 那不就好办了吗 两个人一商量 该怎么办怎么办不就得了吗 在开元十二年的十一月 张岳就开始安排文武百官来请愿 文武百官怎么请愿的呀 他们说皇帝啊 应威脉于百王 智德 家于四海 说皇帝的鹦鹉威风比以前的帝王都强 而且皇帝的大恩大德已经择吉四海之内 换句话说 皇帝你足够有资格奉扇了 另外大臣们还讲呢 说我们不知道修了几辈子的福分 才能够生在现在这样的时代 你也让我们参与一回盛世吧 说的很恳切 让皇帝奉扇 那咱们说唐玄宗应该怎么反应啊 又是一点悬念没有 他得拒绝 三让而后受之 这是老传统 这是政治礼仪 所以呢 唐玄宗就拒绝了 当然唐玄宗为什么拒绝张岳这知道的非常清楚 所以呢 不屈不挠啊 接着劝进 就在文武百官请愿之后 张岳和袁乾耀这两个宰相又接连三天上书 请求皇帝顺应天意民心 来举行这样一场风扇大天 那么宰相也上书了 给皇帝戴的帽子啊 三次嘛 一顶比一顶高了 民间也得有反应啊 这时候呢 大批的文士和儒生就开始献师献腹 等于说表达人民心声 那这样一看 各个层次的人都给发动起来了 唐玄宗觉得这事差不多了 终于呢 表态了 说既然你们都想让我封善 那我就面为其难去封善一次吧 时间呢 就定在开元十三年的十一月份 封善的诏令就发布 封善是一种帝王寿命于天的典礼 这种仪式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 当时齐鲁的儒士们认为 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 人间的最高帝王 应该到这座最高的山上 去祭祀至高无上的神领 向天下人彰显国力的强盛 封善是中国古代封建帝王 都非常向往的一件事 但由于各种原因 进行过封善的中国封建帝王 屈指可数 封善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仪式 对于当时的唐王朝来说也不例外 如果封善对于大唐王朝来讲 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 赵令一发 封善这事呢 就算是定下来了 可是要把这道赵令变成现实 那可又是一件不简单的事了 怎么不简单呢 因为要承办这样一场大的典礼啊 一定要先行解决三个问题 哪三个问题 第一个财政问题 第二个礼仪问题 第三个安全问题 都很重要 那我们先看财政问题 财政问题差不多可以说是一个首要问题 但是在当时呢 这个问题还真不是一个很难办到的事情 因为经过唐玄宗十几年的修养生息历经图治嘛 唐朝的国库已经是堆满了东西了 国家不差钱 这是第一件事 好 不难 那有些人可能说了第二个事情 礼仪问题那不就更不难了吗 唐玄宗之前不都已经有两次封善的经验了吗 武则天也封善过 唐高宗也封善过 那按一个替换键 直接把他们那个礼仪给移植过来不就得了吗 话还真不能这样说 礼仪问题没有那么容易解决 为什么呀 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 在唐高宗封善的那一次啊 武则天的影响力已经很大了 所以在那一次封善的时候呢 他是充当亚县的 把一个本来很庄严肃穆的仪式搞得阴歌厌舞 那不是当时都让大臣笑掉了大牙吗 这样的事情你怎么能效仿啊 那再说武则天自己那次封善更不行了 武则天且不要说他封善的地方是在松山不是在泰山不正通 就说他这个人吧 那就更不正通了 一个女皇帝 你也搞封善 这不是纯粹是异端吗 这是绝不能笑发的呀 所以那两次的礼仪啊 不能够完全借用 当然你说完全不一样 那也不可能 总之要有取舍 那要有取舍 由谁来进行这个取舍 那我们刚才说了张岳呀 张岳是文人领袖吗 是礼仪专家吗 唐玄宗就把这个事情交给张岳办了 这时候我们就能看出这个立正殿书院 就是极贤殿书院的好处来了 集思广义啊 张岳就在这组织这帮学士进行研讨 研讨了多久呢 差不多研讨了一年的时间 终于到开元十三年的十月份 把这个礼仪方案最后给撬定了 那么这一次封善泰山的礼仪 和唐高宗那次相比 它有什么重大不同呢 最重大的不同是在善礼 我们知道封善封善是分为封礼就是祭天和善礼就是祭地的 祭天那部分呢差不多可以 但是祭地这部分要进行大的改造 怎么改造啊 我们知道在唐高宗那时候 祭祀地啊 祭土地的时候 陪位陪祭的是谁啊 那是唐高宗的母亲 长孙文德皇后 那是依据男性祖先佩天 女性祖先佩帝这个原则来的 所以呢 啊 陪着接受祭祀的 是唐高宗的母亲 正因为陪位的是一个女性祖先 所以不是才被这个啊 武则天钻了空子 说既然接受祭祀的是女性啊 这个线上祭品的也得是女性啊 所以他不是才担任了亚县吗 这一次呢 祭地绝对不能再这样搞了 不能这样搞 这个善礼究竟应该怎么规定啊 这次啊 张岳在这里写出来了 这一次在善礼过程中 陪位的不是唐玄宗的母亲 而是唐玄宗的父亲 唐瑞宗 那大伙可能奇怪了 唐瑞宗陪着祭祭 啊 那谁祭天呢 祭天的时候 哪个人 哪个祖先陪位啊 很容易解决啊 唐高祖李渊呢 李渊是开国皇帝啊 啊 由他来配天 而瑞宗呢 那是亲生父亲的 由他来配帝 这不也可以吗 等于说对于皇帝而言 高天厚地之恩 都来自于自己的男性祖宗 女性祖宗 没事了 啊 那既然不再祭祀女性祖宗了 当然也就不需要女性 再来参与这个祭祀了 那不需要女性来参与祭祀 到底是谁在那祭呢 啊 首宪 没有任何争议 是唐宗本人 亚宪 亚宪 亚宪当时安排的是 唐宪宗的唐兄 李首李 这个我们讲了 那中宪是谁呀 中宪 是唐宪宗的大哥 唐瑞宗的敌长子 李承契 当时已经改名叫李宪 做了这样一番修正 那大家说张月做这样一番调整 它有什么意义呢 第一个意义很清楚 那就是继续清除武则天以来 公平女性对于政治的强烈干扰 这也是开元年间的一个基本政治思路 没有问题 这里不让任何女性参加 这是第一个意义 第二个意义是什么呢 第二个意义 就是强调了李唐皇室的京城团结 你看亚县的李首领 那是什么人 那是唐高宗的长孙 中县的李承契 当时叫李县 那是什么人 是唐瑞宗的敌长子 这两个人身份都很特殊 所以当年都曾经是唐玄宗当皇帝的有力竞争对手 唐玄宗没少防范过他们 可是现在时过境迁 他打算通过这次典礼 展现一下对这两个人身份的尊重 所以这次这样的人事安排 也算是对于这个李承契和李首领的一个安抚 一个交代 也算是对于李唐皇室的一种正面教育 大家要紧密团结在皇帝周围 皇帝不会亏待大家 那礼仪问题呢 经过张月的这么一番苦心安排又解决了 接下来第三个要解决的事情就是安全问题了 安全总是很重要的 那么安全问题当时的指向是什么呢 由于风扇活动的复杂性和神圣性 宅相张月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尽缺了 当时的财政状况良好 大唐王朝在唐玄宗的领导之下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是经济繁荣 举办风扇大殿应该不成问题 但蒙曼老师认为财政之外更大的问题是安全 那么这里的安全指的是什么呢 不是说呀 害怕有刺客 这还是小问题 当时唐朝主要害怕的是什么呢 害怕在风扇的过程中 皇帝也出来了 大臣也出来了 都在路上 都不在这个首都待着 有外敌入侵啊 害怕那些老对手 像突厥啊 契丹啊 西啊 害怕这些民族 趁乱入侵 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张岳当时就找到兵部去了 跟他们协商 说要不咱们临时增派一些兵到边疆去 严防死守 把他们堵在国门之外 当时兵部有一个郎种 无品官叫裴光亭 一听张岳这么说 他就笑了 他说风扇是什么呀 风扇不是告成功于天地吗 那什么叫成功啊 成功不就是国家富强四夷宾服吗 现在你一方面说要风扇 一方面你又如此的害怕少数民族 这不是笑话吗 风扇的意义都没有了 张岳很恼火呀 那你说不这样办怎么办吧 裴光亭说很简单啊 你发现没有 在所有的少数民族之中 突厥是一个头啊 只要突厥不闹事 其他的民族都看突厥的脸色形式 突厥不闹他们也不会闹 所以只要让突厥安定就可以了 张岳说你说的没错啊 这个道理谁都懂啊 可是怎么样才能让突厥这时候 不起义 老老实实在自己的疆域上待着呢 裴光亭说这也很简单啊 突厥呢 一直有一个愿望和我们大唐和亲 可是呢 朝廷出于种种考虑吧 一直没有答应过他们的请求 这时候呢 我觉得不妨派一个使者到突厥那去 暗示他 只要参加风扇 和亲就有希望 那么突厥满怀着希望 肯定会同意派人来参加这个风扇大典 那他们人来了不就是人质吗 有人质在我们手里 我们威胁着他们 再有和亲的希望在那吊着他们 诱惑着他们 他们肯定老实啊 就不会闹事啊 突厥不闹 那其他民族一跟风也不闹啊 再说了 如果突厥派人来参与风扇 陪同风扇的话 其他的民族啊 肯定也会跟风 也会派出自己的人来跟着皇帝陛下一块去风扇 那我们就等于同时抓住了N个人质 这样边疆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我们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张岳一听行啊 这裴光婷别看别看那个官不大 但是很有头脑啊 那就这么办吧 就派了一个使者到突厥去了 果然呢 一见到这个使者突厥第一个事情说的就是和亲问题 嗯 使者一听突厥上钩了 很高兴 说这样啊 这个事情我是一定回去会向皇帝陛下汇报的 把突厥这个意思我会讲清楚 但是呢 我建议咱们突厥也不妨派一个重臣去随同皇帝陛下风扇 那不就给皇帝陛下留下一个好印象吗 而且沿途也可以亲自商量一下这件事啊 突厥一听啊 和亲有门 非常高兴 马上就表态了 我们一定会派人追随皇帝陛下风扇 那其他民族一看连突厥都来共襄盛典来了 那就更不敢怠慢了 或者是王亲自出马 或者是王子 或者是众臣 或者是使者 反正呢 争先恐后 要求随同奉善 这样一来 唐朝不费一兵一卒 安全问题解决了 那眼看着这三大问题都解决了 算是万事俱备了 开元十三年的十月十一日 这个风扇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经过宰相张岳等人的积极工作 唐玄宗风扇前的各种问题都迎刃而进 真是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了 风扇大典就要正式开始了 随着历史的远去 现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 当时风扇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那么蒙曼老师通过史书的记载 会为我们描摹一个什么样的风扇大典呢 开元十三年的十月十一日 这个风扇活动就正式开始了 当然开始还不是说 要直接风扇了得走啊 先从洛阳要走到泰山去 所以就从这十月十一日开始了 玄宗就率领着文武百官 皇清国妻啊 儒生文士 四仪求长 还有这个日本啊 新罗呀 大石啊 就等等这些周边国家的王啊 王子 使者等等 很多人 从洛阳出发 浩浩荡荡 就直奔泰山而去了 那这个场面非常大呀 仅仅是后勤工英部队就绵延了好几百里啊 一路上是彩奇招展 古月轩天 白天已经相当热闹了 到了傍晚 你看吧 更热闹了 都搭起帐篷来准备速营了 这么多人帐篷搭了多大的范围呢 方圆几十里都是风扇的帐篷 那人热闹 马也热闹啊 当时有几万匹马随同风扇呢 场面非常的浩大 让人叹为观止 那大队人马呢 在路上走了将近一个月 二十几天 到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初六 终于来到了泰山脚下 准备登山了 那大家问 是不是这些人都登上去啊 那可不成 那把泰山压塌了 人太多了 太挤不行 怎么办呢 唐宣宗说了 神仙都好清静 所以大伙别都上去了 就我皇帝还有宰相 还有亲王们 就是主要是王子啊 还有兄弟啊 这些人上去就可以了 其他人呢 走了这么一路挺辛苦的了 在山下等着吧 皇帝就率领着这些亲随人员去登山了 那么爬过泰山的朋友都知道 泰山也是一个很险峻的山 那不是说上去就上去 不是五分钟就掉上去了 没这回事啊 所以呢 要慢慢的走 那张岳就有安排了 说第一天呢 就先爬上去 别搞任何仪式 爬上去之后呢 在山顶速营 到第二天再举行正式的仪式 这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一直到这个时候 整个风扇过程还是相当顺当的 什么事都没出 可是就在登上山顶 安上帐篷速营的时候 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下雨了 可别以为下雨是小事啊 咱们今天也是一样 这搞大的典礼 最害怕的就是坏天气啊 而且那时候是什么概念 是农历11月份 天很凉了 漆风冷雨啊 那卫士们都冻得瑟瑟发抖啊 这天气不好 也不光是说影响身体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风扇本来是祭天的 你在那祭天 老天这时候下雨了 这个不好看 面子上都觉得过不去 怎么办呢 唐玄宗和张岳君臣都着急啊 可是着急这时候 谁也不敢说人定胜天啊 就只有在那祈求老天爷 开恩吧 开恩吧 两个人 其实不光是他们两个人 所有人都在那祈祷 那么老天爷到底开恩没有啊 老天爷还真开恩了 眼看着就要到黎明了 到清晨了 居然这雨就停了 而且那太阳就出来了 天清气爽啊 一下子唐玄宗和张岳两个人高兴坏了 这是意外之喜啊 唐玄宗赶紧登上祭坛 焚柴展礼 就是燃起了祭天的大火 那么一看大火在山上熊熊燃烧 泰山脚下那几万个在那等候的人呢 就发出一阵欢呼 都喊万岁啊 升阵天地 那这时候呢 唐玄宗也是非常激动 他就对张岳讲 说国家能治理成这个样子 今天我能在这里封善 全靠在相辅佐 希望我们君臣之间能够永远像今天这样 那么张岳听皇帝这样讲 他也非常激动 他说陛下 您看昨天夜里还是浓阴密布细雨绵绵 到今天早晨已经是云开日出 天清气浪了 这是什么呀 这真是得到了上天的眷顾 这是千载难逢的奇迹 希望陛下能够记住上天对您的眷顾 能够慎忠如始 如此则天下兴慎 眼看着玄宗和张岳君臣说的都这么动人 旁边又是一片欢呼声 那到这时候 祭天这个仪式结束了 结束了之后 皇帝率领大队的马 又下到了泰山脚下 干嘛去呢 还得再到射守山去举行善礼 就是祭地的仪式 那么善礼呢 就像我们说的那样 排除了女性的干扰了 完成的呢 也很顺利 那到了这个开元十三年11月12日这天 风扇的主体活动就算是基本结束了 这一天呢 皇帝在临时搭乘的帐殿 也就是帐篷坐的那个大殿里头 接见中央文武百官 地方刺史 儒生文士代表 以及几十个民族和国家的收灵世界 接受他们的炒进 那真是空前的国际盛会 在史书的记载中 唐玄宗的这个风扇大殿 可谓规模巨大盛况空前 呈现出开元盛世的伟大化学 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通过这次风扇体现了出来 但是在这次风扇的背后 蒙曼老师认为 他也预示着另外一种危机 那么这个危机是什么呢 这次风扇可比唐高宗那时候 规模又大多了 但是除了感慨一下 规模大场面宏大之外 我们还应该注意两点内容 注意哪两点呢 第一点 这也是开元中期唐玄宗 走上浩大喜功之路的一个突出标志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呀 那是从开元十二年就做出决定要风扇的 这个风扇活动光筹备就用了整整一年时间 在路上走又走了差不多一个月 真正的典礼用了一个多星期 这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才力 唐玄宗从皇帝到最普通士兵 一共参与典礼的应该是几万人 可是给他们提供服务的 那就不是几万人 而是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了 唐玄宗不是从洛阳走到泰山去的 在回城的路上 他都没有原路返回 他换了一条路了 为什么呀 在复数的地方也禁不起如此短时间内两次折腾 我们不是讲吗 光帐篷就摆开好几十里 那周围的人民能不受影响吗 可是有人也会说 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啊 举行大规模的典礼是有意义的 他可以凝聚民心提高这个国际地位啊 是不是这样呢 是我们承认啊光是一次风扇 绝不能就说唐玄宗走上浩大喜功之路了 关键是风扇不是一个单独的活动 还有后续呢 就从风扇活动开始 慢慢的这样的大规模的活动就多起来了 一个接着一个了 举一个例子 开元十七年 也就是唐玄宗风扇四年之后 这一年呢八月初五 唐玄宗的生日到 怎么庆祝啊 我们都知道唐玄宗当皇帝之前呢 是住在那个长安城兴庆坊的五王宅 跟弟兄一块住 后来当了皇帝嘛 这兴庆坊就改叫兴庆宫了 这一天呢就在兴庆宫大摆酒宴 文武百官都到这来给皇帝祝贺生日来 那么宰歌宰舞酒憨而热之后呢 当时啊 张岳和元前耀两个人呢 就率领文武百官给唐玄宗跪下 说陛下呀 四十四年的今天呢 祥光绕世 圣人诞生啊 要是没有您在那一刻的诞生 怎么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呀 所以呢 我们请求您把这个生日八月初五定成全国性的节日 普天同庆 那大家说唐玄宗面对这样的请求应该怎么表现呢 应该拒绝吧 没有 唐玄宗这一次连这样的客气都不要了 他当即就满口答应下来了 说好呀好呀 朝野同庆嘛 这是好事啊 就这么办吧 那么从此之后呢 八月初五就真的定成了全国性的法定假日了 叫做千秋节 后来又改名叫天长节 那么天长节这一天 全国都要放假三天 每一个村子都要摆寿酒 来替皇帝助手 那可是这个这么大一个节日光享乐不行啊 这皇帝过生日别人总得有所表示嘛 得送送礼嘛 怎么送礼啊 当时连这样的细节问题都规定好了 这个文武百官给皇帝送什么呢 送这个万岁寿酒 那王公贵妻送什么呀 送金镜寿袋 就是镜子和这个寿袋 那老百姓送什么呀 老百姓也见不到皇帝嘛 所以也没法送礼 但是还是讲了 老百姓在这一天都要准备用私做的这个成路囊 表明全国人民都承受着唐玄宗的语录之恩 你看这是什么样的场面呢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所有的节日都是按照时令来设计的 把皇帝的生日居然就造成一个节日 这唐玄宗可是开天辟地头一份啊 这足以表明他降牌场浩大喜功了吧 所以我们说呢 从丰善泰山开始 唐玄宗君臣逐渐骄傲起来了 越来越喜欢牌场 越来越喜欢享乐 越来越好大喜功了 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第一个问题 但是呢 尽管好大喜功了 尽管奢侈腐化的 奢侈享乐的这种倾向出现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啊 玄宗还是比较清醒 比较关心民生的 这是我要说的第二个问题 他还是关心民生的 怎么关心 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啊 这个封善泰山呢 有一个传统仪式 就是要把一个御碟 就是写着祭祀文的这个御碟 给放进这个石室 就是石头灶的屋子里头 用这种方式来传达皇帝对于上天的祈求 那么按照传统呢 这个御碟上写的是什么文字 是密不是人的 绝对不公开 皇帝啊 写上去 然后悄悄放在那个石头屋子里就得了 可是这次呢 唐玄宗就问了一句 说以往这个御碟上的文字都密不世人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当时的礼部侍郎叫做贺之章嘛 他就对皇帝讲 说一般这个御碟文上啊 写的都是皇帝的私人请求 比方说请求上天让他长生不老啊 让他当神仙呢 都是这样不方便公开的内容 所以呢 以往这个御碟啊 从来不公开 权宗说是这样啊 那我这次没写这些私人内容啊 没什么不方便公开的呀 那还是公开一下吧 让文武百官都知道知道 就让人宣读了一下 这个御碟上的文字 那么他到底写的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读后面的几句 功成大宝 时幼三年 静若天意 四海燕人 封寺带月 谢成于天 子孙百路 苍生 受福 注意他是把截据 截到了苍生这儿了 截到了老百姓这儿了 那么这个祭祀文啊 这个御碟文境界高不高呢 还是比较高的 高不高真的是要比一比才知道 我们拿他跟武则天风扇松山的那个东西一比就知道了 武则天风扇松山那个御碟没有留下来 但是金简留下来了 金简和御碟这性质是一样的 金简上写的是什么呀 写的是 大洲国主武赵 好乐真道 长生神仙 锦翼锦翼中越 松高山门 头金简一通 起三官九府 除五兆罪 大家听听这是什么呀 这全是个人私利方面的请求啊 请求除罪 请求长生不老 那跟唐玄宗为苍生起伏一比 这个境界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唐玄宗开元年间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就 不就是因为唐玄宗心里还是装着老百姓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例子 再举一个例子 玄宗不是从泰山要返回洛阳吗 途经宋州 就是现在河南商丘那一带 在宋州呢 他就找了一家酒楼 当然是当地政府安排的 一家酒楼宴请这个隋元 那么宋州刺史名字叫做寇此 当时也在做 那么这个饭吃上之后呢 唐玄宗就跟张岳说话了 他跟张岳讲啊 过去我也是经常派使者到地方去了解励志情况 了解谁是好官谁是坏官 现在我一看呢 我得到的信息都不大实在 这次我亲自走了一通 我可是发现了几个好官 谁是好官呢 第一个提出表扬的 是这个怀州刺史王秋 为什么要表扬他呢 这个人除了基本的物资之外 任何东西没有孝敬给我 他不愿意这个把额外的东西给我 来求我对他有好印象 这是个好人 第二个要表扬的呀 是这个魏州刺史崔勉 为什么表扬他呢 他给我提供的帐篷都是朴实无华的 上面任何装饰都没有 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是想让我尽量的简朴一点 我也领他这番好意 我觉得他也是个好官 第三个要表扬的呀 是冀州刺史裴耀卿 这个人没给我孝敬别的东西 他给我献了一个表 就是一篇文章了 表文里呢 他说呀 风扇不能扰民 扰民就不叫风扇 这个意思我也记在心里了 实时提醒自己 现在这个表文我还带在身边呢 我以后还会用它来提醒自己 这是三个人了 第四个我要表扬的 就是在座的这个宋州刺史 扣辞 然后他就回头对这个扣辞说了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表扬你吗 因为呀 最近几天我身边的人老跟我这告你的状 说你给他们提供的饮食都太简单了 我知道啊 你是不愿意苦了百姓去巴结我身边的人来给自己求官 所以你也是个好人啊 来我敬礼呗 一看皇帝都亲自给这个扣辞敬酒了 张岳赶紧率领所有在座的官员都站起来啊 向这个扣辞表示祝贺 那酒楼上下又是一片沸腾啊 没过几天这几个受到表扬的人就都升官了啊 那我们看一看被唐玄宗表扬这几个人都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啊 就两个字嘛 爱民啊 因为他们爱民 唐玄宗才会表彰他们 他能表彰这样爱民的地方官 不就说明玄宗本身心里还是有劳外星的 一方面呢 是浩大喜功 另一方面还在勤政爱民 这其实也就是开元中期的基本政治特色 那么这次封善呢 圆满成功 体现了唐朝玄宗十几年统治的杰出成就 也体现象张岳的非凡领导才能 可以说君臣呢 同时就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境界了 也就是在泰山之巅 唐玄宗不还是对着张岳深情款款的讲 希望咱们君臣互相扶持天长地久 可是没有想到啊 言犹在耳 张岳却要大难临头了 这是怎么回事的 咱们下集再说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 在封山大典上立了大功的张岳 还没有来得及享受封山带给自己的荣耀 专顺之间就已经郎当入狱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风光无限的一旦名相张岳 为什么会有如此下场 他和唐玄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敬请关注系列节目 长恒歌词 盛世威情第一集 张岳下台